咬上男童现场 被警方用封锁线围住 肇事比特犬仍在现场被绑在墙边 汗事发生在2号晚间 男童母亲出门采买 不料男童独自出门 不小心靠近邻居比特犬 因此被咬中腹部 松衣后仍宣告不治 妈妈出去买个晚餐 家里就剩下阿嬷跟这位三岁的孩子 阿嬷以为孩子跟妈妈一起出去了 所以也没注意到孩子 其实是跑到旁边 隔壁几栋的邻居去那边玩 家属抱着小孩 银上救护车 杀的是一名三岁小孩 顾腹有严重系列伤 都能于救护车上紧急组织 必须迅速送往本来医院救治 访疗警方表示 全案仍持续调查厘清中 但抱怨结果出来 卢氏组确实有过失致死嫌疑 将会依过失致死方向侦办 县府农业处也将派员了解犬之状况 商人比特犬不排除进行人道处置 部落里都知道那边有一条比特犬 因为孩子三岁 再加上这个孩子 他有轻微的发展迟缓 其实家里的都很 今天能够照顾他 检察官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我们还会依照检察官的指示来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先做那个人道的评估 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可以决定说 这只狗要怎么处理 农委会今年10月公告修正 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输出之动物 将比特犬列为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输出之动物 除了逐步降低国内比特犬饲养量 也透过报备程序 加强氏主管理责任 有人喜欢巴朗 屏隆春日常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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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議订阅 区域则猛